跟前面有一題還蠻像 他只是說把原來的數字 本來是由左到右 把它由右到左變成反方向 那那個反方向當然呢 有點類似我們前面有一題那個308吧 那個308剛好 就是 308是把這個每個數字每個數字加總起來輸出 那這一題的話就不是加總 而是說把它換個方向 所以呢 本來是由左到右 現在由右到左 所以當然也有兩種方法 當然你可以 如果把它當數字當文字看待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其實這一題倒蠻簡單的 就是直接 乾脆把這些資料一樣輸入之後 它也是一樣變成一個串列 那串列部分的編號它原來是從0 0到4 OK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它重新輸出的時候 讓它從4 一直輸出到0 那最後再把它串接起來 也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OK 這個是用文字的方式去思考 第二個的話一樣 你就是也是一樣 我用person 先person 就是求余數 求余數的話先得到3 OK 那得到3之後怎麼樣 再把它串 串在前面 然後再串下一個 再串下一個 後面如果要去掉這個值的話就是用 那個除除 兩個方法也OK 所以這一題 感覺跟那個308 404跟308有部分是相似的 可是這一題是20分 那一題是10分 所以雖然說做 而且程式好像反而比較短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大概有哪些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 假設要做出結果 兩個方法 我們都來試試看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如果把它當字串看待的話 那我把它執行 比如說我輸入什麼 312 83 Enter 可不可以翻轉過來呢 31283 可能這有run 所以如果說你們 之前有run別的程式 你把這前面停一下 然後再輸入一次 Enter一下 那我要希望怎麼樣 他全部幫我倒轉過來 print Enter 那我們正確就執行這一個 那確定的話 他可以翻轉 31283 Enter 翻轉過來 那這邊的話我怎麼做 當然我是用那個 自串的方式來做 那首先當然我們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 一樣 我們就是先讓他input input的部分的話 他一定是一個自串 那底下這邊這個變數 給他一個空的 為什麼 下面那個是 我要反轉之後輸出的 那個變數 所以會有兩個變數 那我怎麼反反轉過來 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 本來他的位置 是 0到 4 對不對 那我其實輸出的時候 我只要讓他 4到0 重新輸出就好了 所以就是用反向回圈 反向回圈前面有講過 反向回圈 所以就step-1就好了 原來是 正向回圈是 就是 01234 這樣子 我反過來 那反過來怎麼反 第一個 一樣是for for i的詞 inrange OK 我想前面這個range 那刮虎之後的話 首先第一個 我們反過來 反過來的話就是 他輸入了這個字串裡面的總共有幾個字 LEN 刮虎 剛剛有用過嗎 你把A放進來 那放進來他幫你算 總共有5個字 但是我要輸出是從 4開始 其實這個地方其實也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他的總字數是5 但是他編號到4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他從0開始 我剛開始 也是剛開始學的 我會頭痛 為什麼你乾脆 不從1開始就好 沒有辦法 任何語言都一樣 C++ Java 到Python 都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反正 編號就一定從0開始 除非說有的時候 像之前不是有一種寫法 乾脆把0避開 從1開始 其實有時候VBA 像那個 Basic語言 他就是比較人性化一點 他就是真的有很多地方都從1開始 那就可以避開 你就從1開始算OK 所以 這部分記得 我們要從 4開始 就記得-1 OK 總長度-1 那個編號最後一個 然後呢 再來到哪一個 我要到0 0的下一個 就是多少 -1 對 OK 重點 那我要step是 負1 負1 對不對 OK 那最後加一個帽號 這樣就完成了 OK 所以慢慢 這東西其實就要熟練 特別注意 其實我發現最後 大部分同學都會 可是到考場之後又緊張 一緊張之後的話 你本來會的你就緊張就忘光光了 所以慢慢你要很 所以你要能夠考過 最重要是你要真的要用自己的語言 而且你要真的 你不能說 把那個答案放旁邊照著打 這樣子說真的 你到時候你會 到考場的時候你一緊張之後 你會開始想說 為什麼旁邊沒有東西可以讓你打 那你就可能會因為這樣 就打不出來了 我看到蠻多多這樣的 平常練習都很正常 到了考試的時候 因為沒有可以參考 他只給你什麼 紙本的東西 上面就是題目 這個題目的話 長得就類似像這樣子 他就跟你講說 你要幹嘛幹嘛的 最後輸出就長這樣子 沒了 沒有別的 沒有任何的程式 可以讓你參考 所以你就是慢慢自己要 很習慣的 可能要把它當成一種很習慣語言 而且 自己一定要動手 從頭到尾 把它打過 除了打完之後 可能自己要變化一下 可能第一種方法OK 第二種方法OK 最好是有備案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常常會這樣 你明明熟悉的東西 第一 就是打 奇怪這個方法怎麼一直卡住行不通 好像鬼打牆一樣 明明對的就是錯 OK 那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試第二種方法 你還有第二個選項 但如果你只有一個 一個答案的話 可能 那就完蛋了 所以有的時候像我的習慣 反正我第一種寫法寫完之後 我想說有沒有其他方法寫 也可以執行 也正確 那我可以先背著 那我可以啊 第一種寫法為主 第二種方法為符 如果第一種方法 執行一直出錯 沒關係 這條路走不通 我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 OK 有的時候像城市也是一樣 你自己習慣明明走很習慣的路 就是一直走錯路 沒關係 你還有另外一條走走看 因為其實城市這樣 最怕就是你只有一招 OK 那再來的話就把它輸出 輸出的話怎麼樣 用那個S去串接 S 等於S怎麼樣 去串接它 串接的話 我們可以加上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的話特別是 我們是把那個A 當成是一個串列 所以串列記得是 中瓜糊 OK 不過我發現同學 對這個比較陌生 中瓜糊 OK 中瓜糊就串列的輸出就對了 可能也要熟悉 因為同學常常看到 小瓜糊又是中瓜 反正中瓜糊記得就是串列 串列輸出哪一個的話 你就放I進來就可以 那它如果是什麼呢 A中瓜糊0的話 它裡面 假設這一串輸出的話 你A中瓜糊 中瓜糊 假設今天 第一個先抓它總共 五個字 所以4 剪掉 4的話 放這邊 它會抓到 0123 4這個 所以它這個就等於什麼 等於 3這個字串 那我把它串在這個裡面 再 串8 所以它會串在後面 就再串一個8 再串一個2 以此類推 所以我們分別串 串串串 串完之後的話 那最後呢 再把它print了出來 print了什麼呢 S 結果呢 應該就是正確的 其實程式就這樣而已啦 其實我是覺得這樣的寫法還蠻 直覺的 而且 這種寫法不是說只有在python 其他語言也都是這樣的寫 也都不會有問題 OK 那把它執行一下 那我們試一下 這邊的話就輸入什麼 3 12 83 Enter OK 3821 OK 不過這一題的話 好像還有輸出一個 輸出一個0 Enter 它也是0 但是 我看那個 參考答案裡面很奇怪 它0 這樣輸出也可以 可是它就是多一個邏輯判斷 它要判斷什麼 判斷那個lumber等於 0 那就 其實你這樣轉 一個字反正 幹嘛多此一句 我覺得 這個參考答案 那我記得好像我拿這個答案去評分 這樣子也可以評到是滿 是滿分的 是對的 OK 所以我就沒有把那個寫上去 你們其實還可以參考那個4之15頁 4之15頁它是用什麼 用那個person加除除的方式寫 這部分的話也許你們可以試看 我這邊已經寫好一個 我只是沒有在前面加上那個邏輯判斷 這第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它好像不認得 END等於空的 所以前面會多給你一個XX 那這個XX一般是程式發生錯誤 可是這個應該是誤判 所以你看到這個XX你不要以為是錯 這個其實不是錯 是它不知道 這個 這種寫法也是OK的 剛好有同學是問說那個 什麼 驚嘆號 對驚嘆號 這個驚嘆號的話 其實一般我都把它略過了 因為其實它只是警告 它只是提示你說 通常是指那個變數裡面的值 如果你還沒有賦予給它 你還沒放東西給它 可是你宣告這個東西 它會認為說你這個是不是多餘的 它可能就 就是提示你一下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驚嘆號 不是那麼重 沒有太大的問題 有時候 這個驚嘆號我就把它當略過了 這個不是很重要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應該是這個 XX 紅色的 那這個地方應該是它誤判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輸出給各位 這個地方輸出的話 如果我用 Person 當那個 除除的話 其實也應該 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樣 312 83 Enter 結果也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兩個方法 一個是 那個 用 字串的方法輸出 一個是用 Person的方法輸出 Person的方法跟剛剛蠻像的 一樣第一個 我們輸入的資料 一定外面就要包一個RINT 為什麼 因為我要當數字看 可是前面這個呢 就不用加RINT 你不要沒事 已經習慣就自動加一個RINT 反而會出出 因為 這個不只要 因為input 我一直強調 他輸入的就是字串 一定是文字 OK 那 所以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 如果我們現在用Python3.7 還3.8 是 input是自串 可是如果你 假期是舊的版本 2點多的版本 他輸入的就是數字 所以這個地方會容易出錯 如果假設你參考網路上其他人的寫法 如果他是 用2點多的版本的話 那會 他不會轉型 可能會出錯 另外的話呢 我要用數字來看待的話 那當他一樣是什麼 當他不等於0 有沒有 因為除除 除到最後 變成0 就跟剛剛那一題一樣 那我這個地方的話 就輸出什麼 輸出用 Person0的方式 取得什麼 他的餘數 所以呢 31283 先得到3 3這個東西呢 我就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直接print出去 但是 直接print出去的話呢 假設 我 直接呢 不要 怎麼樣呢 不要有那個 後面的換行的話 因為如果你 你這個換行 假設你 你不把它清掉的話 直接輸出呢 他會變成 像這樣 31283 Enter 他會直接變成 串 為什麼 因為 他這個地方後面會 print本身會有個換行 如果你要把那個換行拿掉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加end t 等於空的 這樣的話呢 他就變成 直接就串 或另外一個方法啦 你也可以像剛剛一樣 你可以 再多一個 也是一個 一個 s 去把它串在一起 可是變成說你可能要 再把它轉成street 再跟前面的s串接 好像似乎更麻煩一些 這樣的寫法 我覺得是最簡單的啦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呢 這邊有兩種寫法 第一種寫法是 把它當文字看待 文字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 一個串列 中國阿胡 然後 編號是 從0到4 把它改成 4到0 輸出 這樣子 第二種寫法 就是用 person person的話 是求 最後那個數字 抓出來之後 再把最後那個數字去掉 就是用除除的方式把它去掉 這樣的話呢 就是邊找到邊輸出 邊找到邊輸出 試試看